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十一集 康伟在家待着 屁股下像撒了一大把钉子 挨不住了 他就跑去找周成 周家他是经常去的 周家人对康伟也不陌生 不过 康伟有点怕周成父亲 刻意挑了中午过去 这个时间点 周叔不可能在家的 康伟到的时候 周成在房间里摆弄一堆小玩意儿 城子哥 干嘛呢 周成把东西收到袋子里 你嫂子独来独往 我给他弄点防身的 这些东西可不好弄 根本没有开发民用版 周成也花了大功夫才弄到手 要不是为了等着拿货 他早就跑安庆县去了 不可能在家待两周 康伟贼眉鼠眼地关上门 城子哥 你还要去安庆 嫌我烦 觉得自己这条路跑顺了 要单干 行 我自己找辆车 我们各在各地活 我之前说的话还是算 从前那条路归你 我去找新的门道 周成这样一说 都快把康伟欺负哭了 周成的路子多赚钱 康伟比任何人都清楚 就算亲兄弟也不见得能把赚钱的门路分给他 这里面的利润海了去 周成不是没同姓兄弟 亲兄弟没有 还没有堂兄弟和表兄弟吗 周成拉扯他 是因为同情他 当兄弟的说错话了 我给哥赔礼道歉 千万别不带我玩 城子哥 你要和我一起跑 我千万谢 等 我知道你的意思 周成不否认自己对夏小兰的一见钟情 男人追求女人 总要多创造见面的机会 拖着时间不回去 会影响自己前途 周成自己也明白 之前他那个违纪处罚 部队已经有了新的说法 并不是全靠周家 上面有大领导很喜欢周成 愿意过问他的事 但他第一次喜欢人 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想法 周成也不愿意控制 我最多再跑两次 不会耽误正事 周成也算给了康伟说法 他不是要向谁解释的性格 但康伟是知情者 周成看他心里压力大才说的 按周成的想法 一个男人有没有前途 不一定得是在部队 或者走仕途 不过 家里面对他寄以厚望 周成十几岁被送去当兵 那身军装 也不是他随便赌气就能丢下的 趁着有时间 多陪陪他未来媳妇呗 周成收拾东西 让康伟也做好准备 明天就出发 康伟一边欢喜 一边提心吊胆 欢喜的是 他又能跟着周成吃肉 提心吊胆的是 周家知道后 拿周成没办法 只能包了他康伟的皮 周家门槛高啊 会同意夏小兰吗 康伟一琢磨这事 可能性真的太小了 不说联姻吧 周家人对周成的另一半 肯定有要求 夏小兰的条件 不管咋看 都不符合周家选媳妇的标准 自己家这情况还差不多 反正他爸死了 爷爷奶奶都扛不住他闹腾 他妈可能会反对 康伟也有信心能摆平 打住打住 想啥呢 长得再漂亮也不能想 那是未来嫂子 康伟也挺搞笑 自己一边觉得周家 不会接受夏小兰 一边其实也被周成给洗脑了 反正周成想干的事 哪件都成了 康伟对他就是盲目的信任 周成把带给夏小兰的东西 塞床底下 我让你查的事有眉目了吗 周成让康伟查夏紫玉 玉南省安庆县的大学生 夏紫玉嘛 是在京城上大学 京城师范学院 康伟撇撇嘴 还以为考上京大了呢 都快把夏紫玉吹上天 康伟不以为然 他是不想去上大学 真的想读书 也不可能给他安排个京城师范学院 咋说都是烈士的一父子 康家就算再不行 康伟也该享受点优待 夏紫玉那个对象 也在京城师范学院 咱俩还都认识 是王建华 建华建国之类的名字太普遍 王更是大姓 王建华这名字一开始 根本没有引起康伟的重视 不过他要去查夏紫玉嘛 自然要顺便查一查传说中 夏小兰大白天脱光了 勾引的未来姐夫 一查就有意思了 居然是他认识的王建华 世界真是小 周家 康家和王家 早年都是差不多的 现在周家最好 康家要差点 王家早多少年就被踢出了圈子 王建华要比他们大一点 大家小时候也玩不到一块去 王家不行后 康伟听说王建华也下放了 没有过多关注 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 重新得到王建华的消息 王建华 自从王家出事后就没见过 周成都快忘记王建华长啥样了 反正是没他长得帅的 周成瞬间就不太在乎了 记忆中王建华挺傲气的 看人时 眼睛长在头顶 在乡下折腾了几年 有没有改变一点呢 周成很自信 把自己和王建华摆在一起 小兰肯定是选他 能查到这两人就行 先不用管他们 谁欺负过他媳妇 周成不会忘 但这两人要咋收拾 周成要留着问下小兰的意见 夏紫玉和张二赖还不一样 张二赖那是臭流氓 夏紫玉是小兰的堂姐 周成就是觉得中间不太对劲 夏紫玉具体干了啥并不清楚 那就留着慢慢查 一个都别想跑 夏小兰不知道她是有靠山的了 就算知道 她也不会真的依赖周成 靠山山倒 靠人人跑 谁能靠一辈子 还是自己才靠得住 交完工粮 农民们也不是真的能歇了 再过几天就要播种小麦和油菜 土地要平整 李凤玉要忙的活还多呢 她又不同意夏小兰帮忙 说夏小兰的手是拿笔的 不是拿锄头翻地的 嗨 就是你的生意 全靠你和你妈两个人 能忙得过来不 李凤玉不仅不让夏小兰帮忙 她还担心夏小兰的生意呢 现在是留分去商都送货 夏小兰白天到处收货 晚上才复习 留分不送货的时候 就留分去收货 夏小兰一整天都可以在家看书 最辛苦的人 其实是留分才对 夏小兰知道 此时农用机械的应用率是极低的 小麦和油菜播种前都要翻一遍甜 有人靠锄头 有人靠牛拉梨更甜 刘家没有牛 李凤玉还要请别人帮忙离田 人家的牛养来不是白用 平时要搭多少功夫去喂啊 离一亩田多少钱都是有价的 这钱再舍不得也要出 家里缺了一个壮劳力 农活都要落到李凤玉身上 本来刘芬也是干农活的好手 加上刘芬和夏小兰的甜 暂时没分下来 刘芬可以帮忙 但刘芬现在每天比干农活还忙 李凤玉咋会叫小姑子夏天 刘芬和夏小兰不是在家里吃白饭的 夏小兰明里暗里都在日常生活里搭钱 母女俩其实就是在刘家有个妻身之所 并不是要靠李凤玉夫妻养活 夏小兰担心舅妈手里没钱 先前舅舅刘勇给了她五十元做本钱 家里的黄膳没积压那么多货 夏小兰就把钱拿出来还掉 借的时候是五十元 还的时候她准备了十张大团结 你干啥快收回去 这钱你就说过 那是给你的零花钱 你要这样我要生气了啊 李凤玉死活不要 五十元是不少 可也不多呀 别说是五十块 就算是五千块 刘勇这个当舅舅的能拿出来 李凤玉就不可能再收回去 夫妻是一体的 刘勇做的决定 李凤玉肯定没意见 真要有五千块给 李凤玉会心疼 那也不是当着夏小兰的面心疼啊 舅妈不收钱 夏小兰想了想 自己就笑起来 您不要也行 过段时间我要做别的生意 这钱呢 就相当于舅舅入股了 谢谢大家 什么意思呢 请不吝点赞